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白 我现在呢在迪拜 我马上就要开始我四月份的 中亚之旅了 有点紧张 现在呢我还在迪拜 我现在在迪拜 目前呢准备坐一辆出租车 去迪拜机场 然后呢我就去阿塞拜江 今天的第一站阿塞拜江 阿塞拜江首都巴库 现在迪拜天气已经很热了 目前的时间呢 14月1号的早晨9点03分迪拜时间 我这里离机场不远了 现在这里是地铁站 中间那个轨道就是轻轨了 现在我们就拦一辆出租车 前往迪拜机场 迪拜机场有三个行站楼 我要去的是二号行站楼 那个行站楼没有地铁 所以说我得坐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来了 快出租车来了 Airpod Terminal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到了迪拜国际机场的二号航站楼 迪拜机场三个航站楼刚才讲了一下 它三个航站楼 第一个航站楼呢 一号航站楼 是几乎全部的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都在一号航站楼 二号航站楼呢 就是我现在来到的这个 它呢就是从迪拜出发 去往周边一些比较短途的国家 比如说时间在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左右的周边的国家 中亚的中东的还有一些比较近的非洲国家 T3航站楼它是阿联酋航空的主基地了 那个是最大的 这个二号航站楼应该最小了 好 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要进去了 里边机场里边就不拍照了 走到哪里还是遵纪说法的好了 现在已经在接拨车上了 准备出发上飞机准备出发 有点小气洞的 这是顶本的机场 顶本国际机场 准备出发了 这边全都是门口一帮拉克的师傅 刚才呢我这个住的这个店的 老板一个姑娘特别好 在国内我在迪拜的时候 她就一直跟我联系 然后呢 刚才还帮我讲价照好像没有打表的 这里的当地货币呢 从这里开到市区大概是要20当地的货币 马纳特 刚才一帮师傅就给我上来5080的 哎呀吓死我了 幸亏这个姑娘帮我讲价了 讲到25 好 现在机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已经踏上巴库的土地了 很开心 很激动 天气好 自然好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体育馆吗 Stadium 巴库奥林匹克体育场 城市感觉还不错的 刚刚进行黄金匹 阿塞拜疆的一个石油公司的总部吧 反正一把火的团 火焰之城 我们到了巴库 首都巴库 现在往路市区走的路上有一点点堵的 应该是下班吧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不知道 那这里是黑帝尔阿拉伊耶夫 以阿塞拜将总统名字来命名的一个博物馆报艺术中心 展览中心 我应该还会来这里的 这是他们这儿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扎耶哈迪德吧 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设计师吗 建筑设计师 算他们这儿新城区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公寓 在这个巴库的老城这里 市中心老城市中心这里 订了一个公寓 民居里边 蛮不错的 客厅 厨房 卧室 然后呢 还有暖气 看到没有 还有暖气 啊 环境不错的 然后这个房东一个小姐姐 当地的小姐姐很热情 我来阿塞拜将之前的半个月 人家就已经在网上联系我了 给我答疑解惑 小姐姐叫雷拉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她工作 反正地方还不错的 还暖气呢看到没有 好久都没见到暖气了 啊老城 怎么看上去有点像国内呢 感觉很像国内 这个叫什么步行街我也不知道 好热闹 好热闹好热闹 我今天的旅程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我今天的旅程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啊 八库老城又是一番别样的韵味 几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们在吹拉弹唱 热闹的 老城堡 八库的一个老城堡 这儿是他们 最传统的地方 怎么这边走 走着走着走着 让我感觉像走到 这个镇江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有点像镇江 蛮好的 蛮好的 挺有感觉的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多钟 我现在呢 是在八库的海滨大道 前面这个大海叫做黎海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湖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应该是他的主岛吧 黎海大道应该是他的主岛 是去主岛 然后那个老城的建筑 它是八库著名的少女塔 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今天已经晚了 人家已经关门了 现在还蛮冷的 大家都穿的厚衣服 像国内的春天冬天的感觉吧 没有穿羽纹服的春天的感觉 从迪拜过来还有点不适应 冷 现在我们再去黎海旁边逛一逛吧 然后就回家 冷了也累了 明天睡好觉了再好好逛 这里就是黎海了 前面就是黎海 看起来一望无际的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红珠 当然也是前世 在远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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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 科学家说应该它跟地中还是连在一起 后来隔开了 在黎海沿岸呢 有一些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呀 阿塞拜疆啊 俄罗斯呀 等等等等 然后现在这个天气是有点冷 不过这个地方环境真的还是不错的 感觉有点像这个珠海 珠海的情侣路 特别像珠海情侣路 特别像珠海情侣路 前面那个呢 就是阿塞拜疆的新地标火焰塔 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活的国度 在石油油田上面建起的一个城市 前面一个阿塞拜疆的大国旗 蓝色 蓝色 绿色的 就是阿塞拜疆的 阿塞拜疆的 阿塞拜疆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 撤 回家 睡觉 喝点东西 今天呢就结束了 今天早晨 7点半起床 8点半出发去机场 9点半到机场check in完 然后11点钟等着机 下午呢3点钟左右 就降落了 然后就过来 出来之后呢 就到处逛一逛 巴库老城逛一逛 吃个肯德基 然后再到我们海边逛一逛 就这样了 走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